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来讲述Lilux网络编程实战 第一部分的第三个小的章节 我们回顾一下Lilux下面一些网络编程的理论 这一小节的课程主要分为这四个小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们来回顾一下网络协议的一个分层模型 第二部分我们来回顾一下IP协议的内容 第三部分我们来回顾一下TCP和UDP协议的内容 第四部分我们来回顾一下客户端服务器的一个主要工作流程 好我们来先看一下网络分层协议模型 网络分层协议模型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ISO的七层参考模型 第二个是TCPIP的四层模型 现在看ISO的七层参考模型 ISO或者叫OSI参考模型 这个实际上它是同一个东西 ISO是这个模型的提出者或说制定者 叫国际标准化组织 OSI是这个模型的名称 叫开放式系统互联模型 这个模型产生产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 我们知道计算机网络是六十年代产生的 七十年代时候网络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发展 基本上处于一个群雄注录的时代 这个时候一些计算机厂商 或者说网络设备厂商 都制定了一些自己的网络体系和网络标准 每个厂商自己的网络之间通信 没什么问题 但是一个厂商和另一个厂商之间的网络 进行通信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国际化标准组织就出面 制定了这样一个参考模型 后来这些计算机厂商或者说网络设备厂商 都向这个网络这个参考模型靠拢 这个模型对网络发展也是起了比较大的作用 来看一下这个模型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它就是用了分层思想 将整个网络通信的过程分解成为若干个步骤 将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分解成为 若干个规模更小 更容易处理的问题 这分层模型在计算机软件和网络中 是经常用到的一个模型 比如说计算机最底层的就是硬件层 在外面就是操作系统层 在外面就是应用层 各种应用 第二个特点它是定义的 这个通信过程中各个层次 以及各个层次之间的一种关系 每一个层次它所提供的功能和所包含的服务 第三是定义的一些控制信息 以及如何来解释这个控制信息 第四个特点它只描述了一些概念没有实现 所以这个模型我们称之为参考模型 我们来看一下分这个七层模型各个层次 第一层物理层 第二层数据链路层 第三层网络层 第四层传输层 第五层绘画层 第六层表示层 第七层应用层 这个模型在我们一开始学习这个网络基础的时候 就会接触到 而且在以后的工作中也会用到这个模型 比如说从事网络编程 或说网络管理方面的这些工作 今后脑袋里面会经常浮现出这样一个模型 我们来看每个层它的功能是什么 物理层 物理层它主要定义的是一些物理机械和电器方面的一些标准 比如说比特流 0101 那多少负以上算是0 多少负以上算是1 多少负以下算是0 还有又比如说一个脉冲的一个时钟的长度 物理层它的数据格式是比特流 第二层数据链路层 数据链路层主要定义的是局域网中 主机与主机之间的一个通信问题 或者说相邻主机之间的通信问题 它的数据格式是数据帧 比如说计算机网卡 它就是工作在数据链路层 第三层网络层 网络层主要解决的是一个广域网中 主机与主机之间的通信问题 就是IP地址 主要是IP地址 IP地址就是互联网上的一个门牌号 传输层 我们说网络层是主机到主机之间的一个通信 那么从原主机到目的主机之间传送的一段数据 在目标主机收到这个数据以后 它会把这个数据分配给哪一个进程 或者哪一个程序来处理 这个就是传输层要解决的问题 绘画层 绘画层主要是进程之间的一个绘画管理 表示层主要是一个数据编码和数据标准 应用层主要是定用的一些应用协议 来实现各种这种软件的功能 比如说 http 我们浏览网页时候用的http协议 还有邮件协议 Telnet协议 FTP协议 这些都是应用层的协议 两台计算机在进行通信的时候 数据首先从应用层发出 然后数据一层一层往下传递 每一层都会打上自己的一个烙印 加上自己的包头 继续传递给下一层 这个过程直到物理层 物理层通过物理链路 把这个数据发送到目标主机 目标主机在收到这段一段数据以后 会沿着一个相反的一个顺序 去解这个数据包 每一层读出自己那一层对应的一个包头 解除数据 然后传送给上一层 我们说从应用层一层一层传递一个物理层 这样一个过程叫封装 从物理层一层一层解除这个数据 最后送到应用层 这个过程叫解封 这个过程就很像我们计快递 生活中计快递 我们计快递的时候 比如说先找到快递公司 把我们要寄的物品装到纸箱里边 快递公司运送到码头 把这个纸箱装到集中箱里边 然后再装上轮船进行运输 到达目的地以后 先从轮船上卸下来 然后从集中箱里边 把这个箱子取出来 送到用户的手中 用户在拿到这个纸箱以后 打开纸箱取出自己的货物 这个过程和我们这个数据的封装和解封过程是一样的 那这个ISO的七层参考模型呢 它定义了一些网络通信的一个流程和一个框架性的东西 但它没有实现 这个参考模型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 就是带着一股强烈的学运派的一个风格 所以它在那个工业上没有大规模的应用 它的缺点就是分层分的有点细 实现起来比较复杂 我们在工业上应用的是另一个模型 功能和这个是一样的 但是更加简单 这个就是TCPIP的四层模型 我们看一下TCPIP四层模型有哪几层 先看这张图的右半部分 第一层是网络接口层 第二层网络层 第三层传输层 第四层应用层 它对应着ISO的七层参考模型 网络接口层对应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 网络层还是对应网络层 传输层还是对应传输层 应用层就对应七层参考模型的上面三层 这个四层模型的话 它的一个特点 最大的优点就是简单 但是它有缺点 就是说有些层次之间分的功能会相互混淆 比如说这个网络接口层 它就是物理层数据链路层两层的一个功能 我们再来看一个概念 协议战 协议战就是网络通信中各个层 各个层次的协议的一个总和或者说总称 下面这个表格就是我们协议战中一些常用到的协议 我们来看一下物理层或数据内容层 IE802.3 这个是个以太网的标准 FDDI光通信标准 还有另排环 网络层 IP协议 这个是一个我们要重点讲述的一个协议 ICMP 这个是网络问题诊断的时候用的一个协议 ARP 一个是地址解析协议 一个是反向地址协议 地址协议呢 就是把IP地址解析成硬件地址 反向解析的就是把硬件地址解析成IP地址 传输层 传输层主要两个协议 TCP协议和UDP协议 TCP是面向连接的 UDP呢 是面向非连接的 应用层的协议 应用层的协议就很多 比如说FTP 能键传输协议 TailNet 邮件协议 还有HTTP 又很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